這杯雞尾酒 裏面有冧酒成份 但靈感來自泰國的椰汁雞湯 挺相似 話說這裏正是曼谷全新酒店 城堂Mittat 是一個酒吧地帶 這間酒店2020年3月才新開張 酒店裏面大概有兩個餐飲地帶 一個就是這個巴 巴取其名Lumbar Lumbar 即是Lumbar 裏面有超過50多種的Lumbar 和你泡製不同的飲品 與此同時 這裏更加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重要 提供的就是早餐 一般吃早餐 我睡晚了起床 沒得吃 十點鐘下去 可能都沒甚麼給你選擇 但這裏竟然可以讓你吃到12點 是吃到12點 睡到朝八點起床 還可以吃早餐 正好 再者 這裏外面還有一間超級大間的七十 裏面有地方 讓你們坐 讓你們慢慢吃 別說不讚 再者 正所謂 亂爽三次蝦 城堂Mittang Kwa La La 這裏的蝦即是五 五是甚麼 原來這裏附近 有五個餐飲地帶 無論是甜品也好 飲酒也好 食小食也好 泰菜也好 也值得一看 一起看看 酒店就在那邊 過對面馬路走到這裏 有一個新開的地帶 這個地帶裏面 有東西喝 有東西吃 有東西買 而且地方都相當之大 於是乎 我又精選了 五樣有關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這個地方就是 拜拜 這個小社區之中 地庫還有一個大型的超級市場 上面也有藥房 眼鏡店 各式的餐廳都有 中式西式 日式 全部有齊 於是乎 大家想找食 就可以走遠一點 對了 在酒店 走遠一點 走過來這裏 就可以找到很多選擇 這裏這麼漂亮 真金型格 吃士多羅羅 要選五間 相當的頭癢 但都要選擇 第一間就是 喝咖啡 喝到世界知名 但來到泰國 當然是泰國老闆 泰國管理 百分百 泰國投資 這間咖啡店 雖然香港都有 但這間 跟香港是完全沒有關係 所有的管理層 所有的股東 都是泰國人 所喝的咖啡 真是精挑細選 用心去做 雖然乘客這間酒店 早餐供應時間 是至中五十二點 你沒聽錯 是至中五十二點 但你知道泰國曼谷 夜生活多姿多 才分分鐘 玩到兩點三點 回酒店睡覺 第二天早起床 一點鐘 吃不到早餐 那怎麼辦 可以來這裡吃簡單單的東西 舉例 這裡的咖啡 都是二百多匹左右 有交易 再不是吃健康食物 都是一百七十匹 又或者跟女友撐桌腳 又不想吃扒 亦不想吃得太油膩的話 叫披薩來 三百六十匹 新鮮局 你看皮膚多薄 喝咖啡吃披薩 還要是很健康 肉都沒有滴的薄 湖山 每個都像你那麼健康 下午吃點好一點 可以嗎 可以 就來這間 咦 沒有英文 對呀 這樣才是地道 這間店舖 所吃的 就是伊省 即是東北菜 所以在裏面的裝修設計 都有一點點 鄉間風情 這間店的環境 真的相當之得 別以為 來到這個位置 一定有些鴻門大戶 什麼建 什麼興 海鮮酒家 其實這間酒家 起源於堂羅區 今時今日已經沒有了 就搬到這裏 沒有其他分店 你會看到招牌 都是泰文 沒有英文 吃的是地道的泰菜 舉例 就是泰式炒河 但是加了大大隻的河蝦 你看看 那些 哇 有些糕 滋味道 價值100匹不用 甚至乎這個招牌 你看看 又是有大大隻的河蝦 還有其他的東北美食 放在一起 都是500匹左右 香港人很喜歡 很喜歡的東蔭公 這裏都有 留意了 亦都是用河蝦來做的 哇 你看看 相當大隻 價錢都是500匹左右 味道又如何 真的 真的挺酸 和很辣 和一般遊客吃的有少少不同 可說很正宗 於是如果你下午那一餐 或者晚上那一餐 沒有著落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試一試 那一餐 剛才那間泰國餐廳 雖然好吃 主要是吃東北菜 即是以木瓜沙律 燒蝦為主 若然你始終都是想吃一些平常的泰菜 可以試試這間 中餐來的 什麼吃帕渣拿 飛呀飛呀 雖然有中文字 但是老闆是泰國設計師 想搞一些創意 就加一些中文字 沒什麼的 沒什麼的 不用怕 是吃正宗的泰菜 裡面的環境都很好 哇 總算是高頻滿座 吳布根本沒得你吃 這間餐廳就不算歷史悠久 開了大約兩年 店舖以前在曼谷某處 但是現在就搬到這裡 這裡吃的主要是新派泰菜 雖然是新派泰菜 但是不至於Fusion 天馬行空 很有泰式的風情 泰式的傳統味道 舉例 前面就是香港人很喜歡吃的蠔餅 價值260匹 再不是 可以試試這一味 就是泰式的海鮮糕 好辣 不過會加了很多蟹肉 在裡面 價值280匹 嗯 少少辣 也挺多蟹肉 正 待會再吃 然後這個 聖子套 就是類似東蔭炒聖子 價錢大概700匹 環境都OK 食物質素更加OK 否則也不會太多 泰國人的光顧 飽飽 是吃甜品的時間 同場之內 有一個類似Food Club的地方 就是這裡 裡面有很多甜品賣 我喜歡吃這個 印度式的薄品 就是露地 但是太多人排場 不如吃雪糕 這裡的雪糕 不是一般的雪糕 這麼簡單 造型賣相當特別 好 我就叫一個 你一定沒見過 一定沒吃過的 又是這些扮山果的雪糕 見挖見熟 湖山 不是呀 今次要介紹的 不是這些 而是 這杯價值差不多150匹 究竟是什麼 是橙汁 但是裡面的冰 原來都是橙汁造的 然後上面 這個浮浮的 原來是雪糕來的 這樣的造型賣相 有趣 但是更加有趣 更加獨特的 就是各位觀眾 鹹魯曼 你看一下 要先解釋一下 鹹魯曼 就是泰國喉神的名稱 今時今日 竟然發生成為雪糕 但是 它是神 我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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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事 我咬它 行不行 我想應該可以 它做得出來 應該沒事 有怪莫怪 可以的 真的相當可愛 各位觀眾 鹹魯曼 雪糕 價值大概170匹左右 不好意思 我要吃你 咬你 哎呀 這隻喉上 鹹魯曼 也是用椰子雪糕做的 更加美味 再不是 加些椰漿 還可以 椰漿 裡面 還有一片金箔 在裡面 看 鹹魯曼 耶 好的 當然更加 美味可口 好了 若然你始終過不了心理關口 就可以試試這件 沒錯 這一件 就是它 來自泰國童話故事 一個人物 外表超醜 但裡面 很漂亮 126匹 其實是雪糕 嗯 好吃 很漂亮 船艙三次蝦 成湯 米湯 蝦蝦蝦 不是說解 在這個地帶之中的第五間店 就是這間 什麼地方 門有沒有 窗有沒有 什麼來的 不知道 所以就要帶去看看 咦 這裡不是門 這裡 啊 門在那裡 這麼神秘的 哦 哇 劇院式的設計 原來是一個Jazz Bar 顧客們可以坐在這些位置 然後喝東西聽歌 也不是說不正 不過現在時間上早 雖然沒有人上台表演 沒有人上台 就有我上台 每晚大概7點左右 就會有歌手在那裡表演 啊 喝杯飲品聽歌 不就說不爽 煩茶連續世女 快樂無顧慮 就是要笑開心 不要流淚 是不會大受風景呢 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選有音樂表演 才來拍呢 佳欣 你看看 不是set-up 是真的 將一張桌子都說reserved 將一張桌子都有人預約 即是說全場滿座 全場滿座 全場滿座就不方便來拍了 所以說這裡挺好生意 真是猜不到 剛才我說7點鐘的音樂廳 但7點鐘是播音樂 不是玩Jazz Jazz表演每晚9點開始才會有 大家就真的不要7點鐘來到 坐兩個小時才等到歌廳 記住 這裡所提供的酒 分了有差不多20多種 有Mottel 和Cocktail 眼前看到這幾種店主推介 包括這個320匹 420匹 和440匹 當中的成份和味道 不作多介紹 但真的很想試的就是這個 因為要吹小鳥油 亂想三次哈 成湯必灘哭啦啦 一年看了你5個影片 就知道這間酒店的附近 究竟有什麼賣點 這間酒店 其實還是一個很大賣點 即是價錢便宜 裏面除了一個普通房間之外 更加也有一些 1-bedroom 一個大家庭 一班朋友來 還可以住他們的2-bedroom 和小朋友來住 下面還有一個叫 哈佛嶺的地方 適合小朋友和大朋友去玩 酒店之上 更加有無邊際泳池 讓大家曬太陽 游泳 尤其是游早水 有遠早水 還可以去他們的餐廳 吃早餐 他們的早餐 服務時間是至中午12點 所以你說這間成湯必灘酒店 是不是很多賣點呢